其实在第一阶段深圳女排 她们的一个发挥 也是有非常亮眼的表现的 但是在配合上确实还是 作为一支新的队伍 略显生疏了一点 那双方都是派出了最强的阵容 我们看到坚硬位置上 双方都是派出了自己的外援 深圳这边是大博斯科维奇 天津这边是瓦尔加斯 好的比赛开始 首先是要杨文锦来发球 上来发球发到刘彦涵的手上 也是往接应这边发 刘彦涵去保护瓦尔加斯的遗传的时候 直接飞了 这个发球针对性而比较强 还是让他找点 没有发过王 袁星月来到场上 王圆圆发球 一传到位 四号位的强攻 这个球是没有发上力 天津这边的防守 防飞了 好好好 前面这边给我啊 好好好 前面这边给我啊 好好好 好好好 前面这边给我啊 走走 走走 回到袁星月 走走 打了一个金体快球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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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星月是在上周末的 全明星表演赛上登场啊 代表的是红队出战 二下斯的发球顶住了 给到接应的手上 抓了一个篮网啊 现在天津前盘的篮网非常高啊 袁星月和李盈盈 那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啊 也是对 大博斯科菲奇的一个挑战 瓦尔加斯的发球啊 在第二阶段开始 依旧是延续了 第一阶段的凶猛 拜拜 没uire õ 嗯 他这个发球的稳定性啊 依旧是非常高 这样开的女排在网口端和揭发球 这个环节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即使紧求了个暂停 先把一拳 先跟防守一样 打过来的 稳住东西 两次就帅就 来 俩人接合过帅就 来 上 加油 一 二 三 东西在网上七眼报分 东西在网上七眼报分 正值得了 三 二 三 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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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回来 瓦尔加斯发球失误了 大博斯来发球 一传半到位 给到黎盈一条腰线是没有打死 轻调是没有掉过去 再来组织过渡一板 这个球无攻了 球上得一斑了 黎盈一条直线是被防了起来 给到圆圆圆的背费一个轻调 球已经落地了 对于这一支天津队来说 他们每一位攻守都有非常强的进攻力 不管是他们的接应 瓦尔加斯还是两个主攻以及两个副攻 攻击力都是非常强悍的 但是对他们最大的考验 就是在于他们的一传上 能不能够给到位 如果不能给到位 二传摇敌也要及时的去弥补 也要比较考验摇敌的弥补能力 给后二 又是被篮回 转移到四号位 上一传的一个轻调 神针机会 又是袁兴月抓了个篮网 这个一传到位之后给的快球还是比较明显 袁兴月盯得非常死 直接是一个单人篮网 又是被篮回 武功过往了 看一下一传 刘远寒四号位的强攻 打了一条斜线 深圳那边是换了一名复工 换上了九号王家敏 王家敏在第一阶段的一些比赛里 还是有非常出色的发挥的 他的得分手段也是比较多 也可以期待一下他本场比赛的发挥 这球应该是还没有吹哨 这个球飘出底线了 长飘球 有效撑起 反击了机会 这个背飞给对面倒 一个轻调 袁兴月捞了一下 是把球给捞飞了 这个球机会是没有抓住 很可惜 那袁兴月从回归赛场以来 接受系统训练的时间 还是比较少的 在小球上还是略显生输了一点 就是一传出现了问题 给他瓦尔加斯的后排 瓦尔加斯的后三非常凶猛 面对三人篮网 打手变现了 一个破坏型的篮网 杨文锦的四后卫强攻 是被拦了下来 这段时间深圳女排 她们的进攻组织 还是略显单一了一点 还是给他四后卫 这个球打手出界了 王源源的被飞是被防了起来 反击的机会 一个轻拍 无功过往了 深圳再有一次机会 转移到后二 打手出界了 这个球大博斯的脚下 还是自己调整了一下 这个球摇地的后二 给瓦尔加斯立的 还是比较舒服 后二强攻打中 这分是判给了深圳女排 应该是天津那边触网了 应该是天津那边触网了 追发刘彦涵啊 还是一船出问题了 其实天津啊 在引入瓦尔加斯之后啊 自己队内没有一个一船 特别稳定的点啊 一船还是不到位 拍了一条直线 瓦尔加斯四号位的 强攻是没有打死 通过拦网 拿下了这一分 王媛媛 换上了王毅竹来发球 打了一个战术的交叉 没有打死 这个球调得有点扎网了 给到四号位 贝兰徽保护起来 转移到后二 转移到二号位 这个球打手出界了 大博斯科威奇 再来看一下天津的一船啊 又是出问题 这只天津女排 她们的一船 确实是有比较大的漏洞的 就包括她们的自由人 这个球打得比较快啊 到位打了一个快 王媛媛这个球传的其实比较矮 王媛媛是很快地拍了一个后驱 这个球篮回 是没有保护起来 第一局比赛 进入到现在 我们看天津女排在篮网上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那确实在一船端啊 天津女排这边 不占优势 这个球打手出界炸手了 大博斯也是面对这么高的篮网啊 平打是造了个打手 在复工的掩护下 李莹莹在四号位打了个冲进短球 瓦尔加斯的发球 又是直接得分了 瓦尔加斯的发球 依旧是天津女排的得分利器 还是想要扰乱一下他的发球节奏 包装指导师及时叫了暂停 不好的锻炼机会 是不是啊 跟抢手过招啊 冠军队我们向他们学习啊 把他们那个 把对方的战术战术体系 个人能力给逼出来 我们锻炼价值更大 是不是啊 你别让他随随随随随随遇 不行了 对不对 你发吧 打我 对不对 我防守力那么多 对不对 把我们的锻炼面包体现出来啊 逼防守 逼防守跟防守一样一样的啊 跳转啊 现在跳转啊 大家也可以非常清楚地听到 包装指导说要把天津女排的权力给逼出来啊 因为确实如果伸着女排 不能给天津女排制造麻烦的话 让她打得比较轻松的话 那其实这场比赛锻炼价值是不够高的 一传顶住了 顺利度过了这一轮 李云在四号位打了一条大斜线 打在了五号位的大脚上 这个球抢的是比较快的 点拉的也很高 这个便宇倩 冲过去调的还是比较稳啊 张颖禅是一个小斜线 老师打到篮王手之后 变线落在了三米线的位置 袁星月的高点被飞 这个球位得比较舒服啊 袁星月打得也很舒服 袁星月的高点被飞 就是联赛非常有威胁的一个存在 掉前驱 这个球打了一条大斜线 四号位强攻得手 杨文景 盘网调整了一下 这个球自己调整弓勒得太死了 没有打过网 对我来看 我都拉了 今天在的台权 Hilgo 说人的第二条 上下7号 请慢点 请慢点 上下9号 高等下19号 明尊会 上 login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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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应该是从蓝网手中间打了过去 一个打手变线 打手出界了 这种女排应该刚才是想要在前白加弹一下蓝网 现在是重新换回变异圈跟杨文景 刚也是看王一竹在前排 觉得可能个子没那么高 想要加强一下蓝网 让天竞女排卡几轮 但是没有拦住 转移到二号位 标签是被防起了 反击了机会 就是个蓝网 再给 这个球打手出界了 也是面对高篮网啊 带了点手腕往外拐了一下 那因为现在天竞女排前排蓝网确实非常高啊 瓦尔加斯1米95 像王圆圆1米95 原新约是达到2米01 都是非常高 又掉前区了 效果比较明显 这个前区 瓦尔加斯4号位的强攻被拦住了 深圳女排依旧是利用天竞女排的一个遗传漏洞啊 抓反击 抓篮房 这个篮网来自张倩 这个后排给的比较前 是没有打死 通过篮网拿到这一分 王圆圆这个卡点卡单比较准的 这个球开炮了 这个球开炮了 深圳这边是要挑战 打手出戒 来看一下挑战的结果 没有打到 挑战失败 那其实刚才杨文锦自己也是比较清楚的 自己在挑战开始的时候也自己在摇头 这个战术跑动没有打成 瓦尔加斯的强攻被拦住了 杨文锦打了个卧果 王思敏的这个球调得还是很舒服的 杨文锦发球 今天针对性很强啊 就是指着瓦尔加斯和后排主攻那边方向发 那现在比分来到21比20 比分始终是没有被拉开 每次天地女排想要拉开比分的时候 甚至女排就会以后追分 利用的就是天地女排这个遗传的缺陷 没有没有啊 杨文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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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雕捞了一下 没有保护起来 给到袁馨月 这个快手定地板了 定的点儿比较前的 被快手被拦了下来 这个调球被袁馨月单掐给抓住了 这个球发出底线了 但天津这边还是手握局点 掉前驱 袁馨月自接自扣 帮助天津的牌拿下了第一局 那我们稍作休息 马上进入到第二局的比赛 天津所海的牌拿下 二十五五二二二十 请双方右轮回家 来上去 上去一比 天津所海的牌拿下 在这一线 在这一线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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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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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